港股大體的看法不太悲觀,是偏向樂觀 近期看到明顯地是一個區間上落 我想方向性未算太明顯 始終消息面還是比較多左右性 烏和那邊剛才略說過一天比較大的變化 都可以令市場發上發落 其實港股也是,除了美股之外 例如昨天你看到港股本身開出來都是上升 但到五收美市那天突然跌了八幾點 因為那一刻就突然傳出 當時有些所謂開炮的情況 有手榴彈,有開壁炮這些情況 所以你都可以預期一點就是一個短線 這個局勢問題不能夠有一個很明顯的緩和 或者好像剛才提到的不斷變緊的時間 自然對港股都會有一個左右性存在 但只不過我想相對波幅來說 就著烏和事件來說 港股比起美股都會比較少 因為一來始終我想 港股其實除了看這個因素以外 剛才多一點就是看美聯儲意識 加持過預期 甚至年初至今港股叫做比較好的兩個因素 其實都說過就是內地的放水 例如上個月可能有很多的減息 放水 不同的動作 所以我想始終港股都叫做多一些的因素影響 如果只要來今 譬如內地的貨幣政策 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轉向是收緊的 雖然你說過完年假回來之後 近日是有少少的部分正回路 但是很正常 因為放假前是放得比較多 放假後來收回一些其實不奇怪 但只要這個大方向沒有改變 沒有讓大家覺得 反而我們都是繼續緊的 我覺得不算幾重隔壁之下 其實港股又未必是真的太過淡 只不過現在真的欠缺一些 可能即時向上的催化劑 最由先提到就是 暫時你叫港股一個區間先走 還有近期來算 港股的成交其實是比較低的 就是每天都是一千億左右 變相官網心態都很重 可能話多話少 始終都拉開多一點點 始終本地的疫情都是比較嚴峻些 雖然未主即時對的事件很大重的 但是在這麼嚴峻之下 亦都不知道來今的政策 有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轉變之下 我想大家在部署上說 叫做比較有些戒心 其實真的不奇怪 所以我想幾點數跌加起來 令港股現在就沒有太大的方向 我想要真的突破到 或者站穩到在2萬5樓上 才繼續走著升浪 因為2萬5正正都是過去這個月 高位25050 還有上個月24920附近這些位置 要真的突破到站穩到2萬5樓上 我覺得才繼續延續升浪 而下面來說 我只覺得比較大一點的位置 調50片線 2萬3千9左右 只要這些位置沒有穿的時間 我覺得又未至於延續跟調整格局 所以我想短線來說 可能差不多1千點左右 做個想法 這個方向主義 對這個方向主義 理想法